是的主播 记者们持续在高尺巨蛋为你来掌握 现在韩国跟古巴在12强友谊赛的第二场的比赛 可以看到在昨天晚上的比赛 韩国队是派出了先发投手郭斌 角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 当然因为这是一个练习赛 所以投手只投了两局 也让很多的投手都上来暖身 中场整个韩国队打得非常不错 2比0击败了强敌古巴 稍早之前总教练也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来听听稍早说法 好奇 柳教练这一次是做足了准备 在这期日受访也有特别提到台湾 表示台湾是真的比较偏向于日式的球风 跟他球员时期的风格也差很多 而且总教练也特别提到主投林玉敏 说之前在亚运对他们投得非常的好 其实中关这一次韩国队的阵容 除了金岛勇之外 包含像洪昌喜这个开路先锋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打者 很有可能会担刚第一棒 除了郭斌之外 正终于有不少球速超过150公里以上的好手 对于韩国队来说 就是希望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接下来他们会在8号来到台湾 然后再跟魏琼龙打一场友谊赛 即将在第一场比赛 遭遇到中华队 以上就是我们在韩国高尺巨蛋的最新连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